文專家,初中女兒拍拖,強左或有反效果九至十五歲, 明報專訊,文,聲中兒的女兒數月前跟我說,他的同班好友開始拍拖, 這樣我震驚不已,我沒想到原來現在的中一生已開始談戀愛, 更擔心他會受好友影響增加想拍拖的意欲。 我曾試探他對拍拖的看法,他又不肯說什麼他日前跟我說 要和同學外出導致收失溫習,結果被我發現他單獨跟一個男同學去看電影 他解釋說不是跟該男生拍拖,但我仍非常憤怒, 跟他大醜了一場我懇擔心他會因拍拖影響學業,應如何處理。 但,踏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對異性產生好奇是很自然的事, 家長不應是子女跟異性交往是洪水猛獸而過分緊張, 甚至不民情由下加以阻止這樣做只會令親子關係吹向緊張, 不利兩代之間的溝通而且此舉有可能令子女不願再向父母透露自己跟異性交往的事, 楊鳳音為下可能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聆聽兒女想法多角度分析 家長應以正面,開放的態度接納子女跟異性交往約處理得宜 戀愛是成長中的一課,年輕人會從中更了解什麼類型的人最適合自己若發現孩子拍拖, 父母以多點令天氣想法,並內心地跟他們進行多角度分析, 例如,你喜歡他什麼,他有什麼優點值得你學習嗎? 你們如何協以分配拍拖跟學業,課外活動的時間分配, 朋友身份交談教訓話而接受孩子聲上中學後,家長要學習調整自己的心態, 不宜再以對待小學生的態度跟他們相處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開始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父母要注意在跟初中階段的子女偷通時,不宜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對方身上 如果家長以朋友身份跟他們交談,對處於反叛期的年輕人而言, 軟教權威性的訓話容易接受得多當子女感到被父母理解, 自然更樂意分享自己的心事家長也可趁機提醒他們一些注意事項, 例如避免二人獨處,如何保護自己等有部分家長因為緊張子女, 會私下查看他們的手機或網上社交平台, 希望可更掌握其情況但稱少年普遍非常重視私隱, 父母此舉只會破壞親子關係,家長而三私資料提供 香港小同群益回西共區家庭生活教育主任, 註冊社公,楊秀英。 香港所掌握其他事件,